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白拉索系列现在有些在开花 像我有一颗白拉索烟火 这一颗 这个白拉索烟火呢 其实前几年有一阵子找不到 然后后来呢到处都有 所以其实花就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呢突然会完全消失 那突然有一阵子那就全部都跑出来 白拉索系列是这种症状液 喜欢下垂 你看就是下垂枝 所以呢上板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之一 你看我是把一个那个球 然后直接绑上那个板子而已 然后把它压平 其实我蛮喜欢把这个压平 我不太喜欢它是一个球状 我很喜欢把它压的平平 因为这样子 这个木头跟这个水草之间 才不会有间隙 水分上失的会比较慢一些些 如果你完全是一个球 你会发现那个水分上失很快 那白拉索系列呢 其实这个都是白拉索系列 只是这个是不同的交配个体 我把它绑在一起 你看这边其实后面有一颗 前面有一颗 所以我一个板子上给它绑了三颗不同的东西 那包含了这个白拉索 还有那个什么成光系列 也有在上面 好这个是它的花 烟火系列 你看这个很可爱 烟火系列呢 其实它在原产地呢 不是非常的高 我去查了一下它的海拔的高度 大概可能在五百五十到五百公尺之间 主要在哥伦比亚那一系列 就是中南美洲那个地方 那其实它是一个好重好痒的品种 那很抗病性很好 然后喜欢光线 所以基本上你要让它开花呢 光线要够 那但是它可以一年开很多次花 这个是很有趣的品种 也是它的重点之一 就是它一年可以开好几次 像这个呢 我记得秋天也开过 夏天也开 那基本上呢 只要来一只新芽都会开 所以都是这样子 那今年的像这只白拉索 是红色的 我们看一下颜色 红色的系列 以前这种红色系列比较贵 就是那种红花系列的 那基本上呢 现在红花系列反而这两年比较多 你要找一般型的 可能还找比较少一些些 那你看它花整个非常非常长 就是因为它的开花 都是在这个末端枝的地方 然后抽出来一个花朵出来 然后呢 像烟火的帐篷一样 所以它才会有一个烟火的讲法 就是这个 这个白拉索系列的烟火 那白拉索其实种类 并不是这么的多 只是原种的白拉索 我记得好像才十几种左右 如果你想要让这种品种 长得好的话 开花的话 记得光线要强 像我这边都种在强光区 就基本上可以全天照到日照的地方 所以你看它叶子是长得非常的不错 而且非常的长 非常的漂亮 那前几年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阵子的时候 烟火呢 就是平苗出来了以后 就非常非常多 到处都看得到 最近又比较少一些些了 所以真的是一个季节 一个季节 兰花都是这样子 突然有一阵子 有人做平苗 有人做小苗以后 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状况 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其实呢 也不一定 就是要看它最近 有没有种平苗 如果没有做的话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 它就突然消失掉了 特别是某一种兰花 会变成这样子 消失以后 你就找不到啦 对 那可能再过个 只剩原子游 或者是 因为大部分 这个到人家家里头去 大部分都种死比较多一些些 或者是就是让它开花 不会做下一代的繁殖 所以它也不会有下一代 那基本上就是 种开花 种开花这样子 那真的要有繁殖的 要有做繁殖个体的 那可能大部分都是 兰园或者是兰场为主 那就要看兰园兰场 他想不想做啦 因为 有时候做一批 可能可以卖好几年 或者是 就是这一批的 种子 长到开花 可能需要三年 四年以上 像有些的加德利亚兰 甚至它开花 从小苗的种子 播种 一直到开花 可能要四年以上 的品种时间 所以相对于 花非常多的时间 那这时候呢 它如果不育种的话 就是会没有 好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奇妙的兰花 花型也非常的特别 都是下垂的 其实它蛮常拿去 做那个交配型的个体 所以如果偶尔 你会看到一些 加德利亚兰 它长得怪怪的 应该都有交过 这个烟火的品种 那今天刚好是第一天开放 红色的地方 非常的漂亮 我手上大概有三四颗 过一阵子 应该会都把它丢上板子上去 现在只有一颗上板 现在还是以盆子为主 好 像这个就是板子 你看它根部都已经上去了 这根就是它 整个都是上去了 那这一板呢 其实上面有三颗加德利亚兰 就是这一颗 这个都是 不同的加德利亚兰 只是把它绑上去 那只要跟上板 其实就可以很稳定 像这个叫吸盘 也是交配型的个体 红花很漂亮 那基本上上板以后 可能要今年才有可能会开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